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阶段的标准作业程序将会在明天公布 根据沙热月复苏路线图 在四个不同阶段的标准作业程序显示 在进入第二阶段后 十四核餐馆将可进行堂食 以及私人领域上班人数提高到50% 在疫情方面 沙热月今日新增235中关病确诊病例 其中十中来自梅里监狱 一中来自斯里阿曼监狱 及四中来自古静移民局扩留营 在235中确诊病例中 其中古静占88中 轮勒26中 梅里22中 湿屋20中 及斯里街11中 今日共有611人全域出院 累计出院人数达59,546人 目前仍有8964人住院接受治疗 同时 再有一名来自斯里阿曼的59岁本地妇女 因冠病去世 累计死亡人数达433人 此外 沙热月今日也增加一个新感染群 及伦乐肝膀肝打一感染群 目前沙热月共有100个活跃感染群 圣桃沙区800名各组居民 今日在施屋福州工会 拿都市里黄霜安礼堂 接种首剂冠病疫苗 疫苗接种活动从今早8点开始 预计在下午4点结束 不过需视疫苗接种流程 及出席接种者的人数 为了确保接种流程顺利 负责圣桃沙地区 马来或马兰诺事务的 施屋市医员西马 以及圣桃沙路甘榜乌沙亚哈 在野巴鲁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 一班社区主席西蒙阿姆 在现场致电给接种疫苗名单内的居民 提醒他们到场接种 换个焦点 沙热月社会福利局开辟的社区聊天 集合各个机构及非政府组织 共420个聊天室 以便在冠病疫情期间 领听民众所面对的心理及情感问题 并给予适当开导 与度过难关 沙浮丽社区和谐 妇女家庭及儿童发展部长 拿督司理Fatima Abdullah 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社区聊天原名为电话辅导 共有英语国语华语及一般语选项 以照顾各族人民的需求 而整个聊天过程都是在线上进行 若有需要 当局将把个案转介给专家做进一步辅导 部长也表示 冠病病毒除了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以外 也引起了个人心理健康问题 包括因隔离 商业停摆 经济冲击 失业 存款耗尽 欠债 或失去住所等而引起的压力和焦虑 可能导致他们企图自杀或走上绝路 另外 除了直接拨电 民众若想要鉴定心理健康 如焦虑和心理压力情况 可透过扫描二维码网上填写方式 进行心理评估 民众可选择马来文及英文版本 或中文及一般文版本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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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